公民決定大家一起來翻轉 大家午安 我是汪傑銘 你還在辛苦的存定存嗎 如果你現在按照現在銀行的這個存款 如果你是要拿1000萬 到公股行庫的這個銀行的話 對不起 大部分的銀行是拒收 或者你的利息只有這個千分之五 那麼郵局也說三百萬以上的存款 利息大概只有千分之五以下 所以看起來你現在要把錢存到銀行 你的利息會越來越少 但是有個例外 就是你年輕的時候 有志氣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那麼而且最好是能夠加入中國民黨的 這個救國潭或中國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社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黨值可以併公職 零幾%利息 漂亮十八% 那麼根據這個媒體說法 有一個人叫連戰 是不是他這個黨值併公職 就一個月可以多領五萬塊呢 是不是 好 這些問題似乎是個小事 可是現在這個已經開始 民進黨已經考慮到年金的問題了 所以回來一件事 到底救國團是不是中國國民黨 為什麼救國團這些有高達五十個人 可以領國家的十八% 我問觀眾朋友一件事情 你繳的稅金有經過你的同意 去給另外一個人十八%利息嗎 現在銀行利息只有一%多 這個世界有沒有改 看起來這些人高達將近有三百人以上 這些所謂的權貴們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國民黨 現在可以領你口袋的納稅金 可以領你口袋納稅金 不用經過你同意 你的稅金就被人家利息前高領的 這個義付的金額超過了 在2017年超過三點四億元 就為這些高官 那麼更不用說十八%將來 在未來兩年當中 會讓我們的國庫減少一千億元 好 馬英九沒有感覺 但是問題是臺電有沒有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 臺電到底是麻木了嗎 還是臺電就是一個爛機構 為什麼這麼說 合一廠員工誤觸開關 1.6億元就沒有了 昨天晚上我的老東家 我的家鄉這個中油 這公安爛到不行 半夜又發生重大的公安事件 陳局說我們的公股 公股這個中油台電是怎麼 是陣亡了嗎 好 任黨輪替到底 就會讓這些公股的 這些所謂的 我們國家的這些企業 都要出問題嗎 馬英九很開心嗎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馬英九可能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完成不了事情 要這個副總統出來 未來副總統領軍 要做新政府的年金改革 那麼希望未來這一年當中 就看到初步的成果 不過前途慢慢 為什麼 因為此光這件事情 恐怕已經搞了三十年 還搞不定 什麼 你的稅金交給黨職人嗎 你的稅金竟然透過18% 給中國國民黨黨職的人 你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嗎 仔細名單一看 還有吳伯雄 伯公 伯公不是桃園的大家族嗎 擁有這個桃園的這個汽車土地 各式各樣的行業 他也貪你這個利息錢 他也貪你這個利息錢嗎 另外就是還有包括像關中 關中不是搞年金的嗎 他也貪你這個利息錢 而且貪的是十年的資歷 那另外一個人大家都知道臺灣首富之一 他叫連戰 在胡潤 雖然他否認 胡潤集團說 他身上身價高達三百多億元 十億美金 他也貪你的稅金 變成他的利息錢 這些人是臺灣的這個年金 破壞者的元凶 關中是搞年金的 結果八年的時間一事無成 可是他繼續領你的稅金 變成他的利息錢 不只如此 我們仔細看 現在怎麼樣 馬英九是全面放棄了嗎 連香港都欺負我們 香港政治審查 臺灣學歷不准有國利 那麼其中有一家公司 就是臺北 國立臺北藝大學校 去了這個 去了這個香港之後 就要把國利給拿下來 馬英九沒有反應 再繼續往下來看 過去文官體系黑洞 一流人才變三流的官員 這是聯合報寫的 馬英九沒反應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資安中心人士520前要凍結 本來就要凍結了 馬英九沒反應 但是他反應什麼 他決定在總統府設一個 金國廳 這個人真是了不起 所以我們敬佩的這個周錦雯 就說你要設金國廳 回你家去設吧 到底馬英九腦袋裝的是什麼 裝的是屎嗎 好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真的馬英九 任內最偉大的攻擊 就是陶傑 現在陶傑有欲萬的墊片才剛剛裝上去 就斷裂了 我們知道馬英九任內只有兩個重大工程 一個就是舞陽高架 一個就是陶傑 陶傑恐怕要開洞的情況下 恐怕很困難 馬英九直接濫世一大堆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好 這時候蔡英文出現了 蔡英文說什麼體制能夠幫台灣脫困 好 蔡英文真的很辛苦在想這個事情 奇怪了 這個怎麼就發生這件事情 洪其昌因為跟蘇琦走太近 遭欣喜除名 這是怎麼樣 是這個民進黨內鬥開始產生了嗎 不只如此 吳乃仁林文淵 這兩個名字好熟 這都是民進黨之前的這個財經大員 吳乃仁還曾經是台唐證交所的所長 林文淵是當時阿扁的這個官派的 中綱的董事長 他們兩個槓上了 現在怎麼樣 民進黨要準備執政 先來分家嗎 這麼醜陋的事情 你看得下去嗎 好 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我們現在金管會大概死掉了 可以縱容報紙來說 誰的經營權不保 請問一下 這個有沒有突嬰的行為 金管會大概也陣亡了 那麼馬英九什麼都不在乎 他只在乎金國廳嗎 我們先介紹我們來賓 第一位是政治評論 鍾年晃 年晃你好 傑民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評論 雲美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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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的不能相信 我們現在國債中 已經到二十一兆元 怎麼還有那些黨職人厚顏無恥的 繼續吸國家的納稅錢 所以國庫後方吃緊 可是國民黨這些人 在前方繼續緊吃國家 對不對 那國民黨還要提出什麼 什麼總統 什麼不當財產 然後再做反制 然後黨職並公職 說救國團不是附水組織 可是要黨職並國組織 為什麼有五十個人可以黨職並公職 對 黨職並公職就算了 好 所以是不是國民黨說一套做一套呢 永遠不能改革嗎 另外是台北市議員王實驗 市監運你好 市民好 大家好 市監我們太陽花市監好像每個人都升官了升官 還有人去屏東縣當這個警察局長 那麼柯文哲對這件事情一籌莫展 你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些傢伙升官 我們社會是無法接受 因為這莫名其妙 而且沒有是非 可見在警戒 他只要討好高層 那麼只要討好高層 那變成這樣就可以來升官 所以連柯文哲都要低頭嗎 這樣子連柯文哲都要低頭嗎 我認為這件事情柯文哲市長要好好想清楚 他要拿出魄力 其實對臺北市的警察局長的任用 柯文哲市長佔有一半以上的講話權限 那既有一半以上講話 那為什麼要低頭呢 那裡面有什麼黑勢力嗎 好 另外是新新聞副社長陳東豪 東豪你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中科副 中科科大副校長 歐崇敬 歐老師你好 大家好 歐老師我們真的不能理解 你現在在學校 有些學校 他就可以擋職並公職 你們私立學校的這些老師們苦哈哈 為什麼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啊 我跟剛剛報告 我們可能這個年資三十年 如果沒有月退縫的話 就只有三百多萬的退休金 三百多萬活 一次就沒有了 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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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 三十年 所以大概差不多 如果是三十歲進去當教職 六十歲退休 不小心活到八十年 未來二十年只有三百萬可以活 對 但是國立學校他只要十五年 他的月退縫他就是四萬多以上 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啊 好 另外是資深媒體員蔡玉珍 玉珍 玉珍你好 這邊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金管會是陣亡了嗎 金管會有很多事情 你看這個曾明中的表現 你就知道了 他呢在當主委的時候 他也沒有跟社會大眾一個 積亞當時發生什麼事情的交代 他現在當了立委之後 他跟王立寧說 你要把號頂查清楚 那當時你為什麼不查清楚 所以我們金管會從來沒有真的做對事情 你看曾明中 原來大家評價那麼高 那現在去當了立委又換了腦袋 你就知道說我們的金管會沒救了 好 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 上市公司到底應該歸誰管 金管會沒有責任嗎 泰山的經營權竟然讓媒體來炒作 我們的政府機構是都陣亡了嗎 我們先進個廣告 風格 gain 風格